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Selisha 我是Eachan 这里是 主持人好 我是Eric 我是和他说的是议员 现在在选国会议员 秦振国先生 相信大家 我们很多观众 应该在去年的时候 都有参与到义工里面的帮忙了 对 而且应该绝大多数的 我们的观众应该也都认识秦 也都认识你 对 所以在这里继续呼召 秦振国先生的campaign team 已经开始在building up 所以如果你要是住在洛杉矶的地区 你要是在南加州 欢迎你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队伍里来 帮助这位非常棒的先生 可以让他进到国会里面来为我们发声 那今天真的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都一直都在到处出差 所以你好不容易回到这边来 实际上campaign从来没有停过 因为上帝给的这个指示 代表我们必须每天要努力的工作 那请问上一次 距离上一次选举结束之后 你在这一段时间内 你有什么样不同的看见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方向 给你这一次的这个选战 当然这一次的这个选战 我们根据上次的经验 有一些步骤 我们会稍微做一些调整 但是因为有时间 自己在检讨的时候 或是跟神在祈求他的帮忙的时候 他给了很多启示 我相信这一次大家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选举 哇哦 会有什么一点点的不同 可以告诉我们一点点吗 就是 当然 这一次我想就是说 上次的话 我们可能在沟通上面 跟大家的沟通上面 有一点点欠缺 因为我们的资源也是有限 所以这一次呢 在跟那个拉丁族裔的时候呢 这些沟通的话呢 像今天早上 有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就突然呢 打电话来找我 说说来拜访我 他说我要来帮你忙 他这是一个拉丁 一个族裔的一个电台 所以我想这个组呢 他的这个权柄是无限大的 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在正确的时间 他都会把这些人送到你旁边来 所以我能做的事就是 只要能够对这个组呢 我能跟他更靠近一点 然后呢 听他的话 我需要的东西 他都会帮我解决 所以我也不用太多担心 哇哦 对 其实你记不记得 我们刚开始 就是第一次看见艾瑞 就是什么时候 就是因为他在讲见证 你记得吗 记得 我们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 就在讲见证 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 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官员 在各种场合 然后就一直会讲说上帝啊上帝啊 然后他们也一直会讲 Goblans 等等等等 但是你后来时间长 你会发现说 或许有些人 他们真的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的行为 却跟基督徒不一样 或者他们在投票的方面 在他们各种认为的价值观上面 其实是跟基督教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就是他的那个见证 真的让我感觉到 非常的感动 那在认识他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真的在发现 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厉害 就是我们常说 分别为圣这个东西 但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讲 这东西是很模糊的 什么叫分别为圣 就是我有读圣经吗 就是我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我觉得你是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purpose 在去做每一件事情的 不然你不会每一次这样子参选 然后这么的努力 来去达成这个样子的东西 是什么样 让你有这样子的动力 然后一直去奋斗 这个这么难 在这么难奋斗的地方 继继续评下去 实际上我就是说认为 就是很感谢主 给我这个机会 在人生中受过考验 而这些考验恐怕 比如说跟一般人想象的考验 可能要困难得多 所以通过这些考验以后 我相信主他会 就是经过这些考验 给我一些指示 叫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我常常也在考虑 就是人家说基督徒 是你是1%的基督徒 在离50%比较近吧 所以呢 当如果说你说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你的人生 没有做一些重大改变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是在中间 那我这是神所不喜欢的 就像在圣经上讲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一样 我会伤害你 就是说你这个水 不能够只是一个温的水 所以我想 以前自己本身 也有很多的这个坏习惯 慢慢慢慢也在做修正 那以前的讲话的话 可能比较不注意一点 那自己会检讨 甚至以前还喝一些 就是喜欢喝一些酒 就是在宴会的时候 现在连滴酒不沾已经超过了 可能六七年七八年都有 哇 生活上的那个改变 做了一个 就是 整个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 哇 六七年 这对我来讲太难了 啊 哎呀 那你快到他要怎么做一个 滴酒不沾的精湖 不过我觉得 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 Purpose Driven 就是我们刚在讨论的时候 基督徒的Purpose 是很多的 共和党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在讲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你不一样 我觉得你每次讲到Purpose的时候 然后你想要改变的不只是什么美国的这个大环境 你甚至想要改变整个文化 我觉得 你的方向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而且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一定要有这个样子的Purpose 你才会追求神的Purpose 你才可以有这个样子的Discipline 你觉得你的信仰对你来说 还有对你整个执政的这个生涯 还有各方面来说 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在里面 我想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当然就是我刚才提到很不幸的 我身旁有很多人的去世 大概有总共是25位 但你看到这么多人去世的时候 他会改变你的思想 改变你的人生 那我现在知道就是我的这个 现在余生我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 就是要来服侍上帝 服侍说的人 当然选举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主要的就是宣扬上帝 对不对 来服侍于上帝 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决心的时候 你的是很难的撼动了 我其实最近听过两首歌 让我都没有办法睡觉 其中有一个就是 他讲一个故事就是说 我决定你要跟随上帝 这个故事 我当听到的一首歌 以前是常也听过这首歌 只是不知道他的故事的内容 他实际上讲的是一个 在可能一百多年前 在英国他们有些传教师 他们到全世界去做宣传 那么其中一些传教师 他跑到亚洲去 可能是在印尼这些地方 他到一些部落去 他在部落人根本就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基督 那么当这些传教师 要跟他们去传教的时候 当然他们的这个 就是说阻力是蛮大的 但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庭 他们决定信任上帝 那他们 当然这个族人 长老跟这个酋长 他对这个事情就非常不满意 说你为什么要信基督 就把他们这个家庭整个抓起来 那抓了小孩 抓了太太跟他本人 那酋长就问他说 如果说你要放弃耶稣的话呢 我们可以不杀掉你的小孩子 你的决定是如何 他就讲这句话了 我决定要跟随耶稣 然后呢 他们就把小孩子杀死了 再来就是问他太太 说如果说你要放弃耶稣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杀死你太太 他讲这句话 就说就算没有人跟随我 我也跟随耶稣 后来他们就把他太太杀了 就轮到他自己 酋长也还是问他同样的话 你放弃耶稣 我们就不把你杀掉 那他说 十字架在我的前面 但是人生在我的后面 我不会回头 所以酋长就把他杀掉了 那他的死亡 对整个这个族人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力 所以说这些人愿意为了耶稣 来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 他不回头的时候 耶稣一定是真的 所以呢 这首歌就流传了一百多年 这些词变成歌到现在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我很感动 没办法睡觉 就是说 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人生实际上只有四件事情 你有你的来处 你有你的去处 那么现在才做的就是人生的道德 跟你的目标 所以如果不建议的话 我用这个很破的歌 跟大家唱一下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所以这个歌呢 也跟大家讲 一旦决定做了事情以后 就好好地做 不要做一个 就说只有一半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也是你讲给我听的 然后对我来说 其实很多的人 每一个人都在讲 自己的命定啊 然后什么东西 然后很多人会说什么 我的命定就是要来赚很多钱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来支持我的教会 然后或者说 我要去传福音 我的命定就是要让人转向主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真的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随耶稣 我们要确保说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要跟神更靠近 像说我们做这个频道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跟神靠近的方式 然后有些人 他们的命定是 那个谈禁拜 然后写歌 那是他们跟神亲近的方式 我觉得你跟神亲近的方式 真的就是去 在政坛里面 然后来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因为太少的政治人物 有这个样子的看见 太多的政治人物 把信仰当成是一个选票的机器 只要我在台上说 我是基督徒 然后就会有一堆基督徒 无脑的去投票给他 这样子反而是让那些人跌倒 那个政治人物如果说摔倒的话 所以说我觉得你有这样的勇气 然后一直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是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都应该要去学习的 实际上我最近也听到了 一个政治家 他讲了一个 他本身自己的故事 政治家他本身是一个医生 他说他在整个生涯过程中 做医生生涯过程中 差点碰到这种生死的这种事情 那么当你可以想象你自己 如果是你是一个医生 一个病人送到你前面 你的决定 你要做什么事情 可以决定就是说 当然生死是由上帝来决定 但是你所作所为 会对这个病人有所作改变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作为 这个病人就会死掉 那么你会做什么 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很幸运 或是不幸运 幸运的就是说 可能你人生中 一切都还算是比较平稳 没有受到一些重大的考验 但是想不到 就是说这些重大考验 事实上就是可以 让你的生命真正活出 基督的这个力量的时候 就是基督的这个 purpose 就是说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人生 你就会做法 就会不一样 当然你会 就会比较laser focus 因为我讲过就是说 在我旁边 因为其实很多人 所以我身旁人不多 但是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就是比较能够专心的来听 基督要叫我做什么事情 在圣经上他有说 if you search me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 就是以前我去教会这么多年 就是没有在很虔诚的 在求上帝的时候 每次在教会的时候 就是牧师啊 你讲太久 我想回家 所以没有想到就是说 你实际上是在浪费你人生 浪费你的人生 你真的不知道 你会不会有 就是那一天下午 或者是明天 或者说再几年都不知道 所以如果说当你人生有这种 可以看到这么迫切 而且我们如果不做这些事情 会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讲一个永生 跟一个死亡的概念的时候 我相信你可能做的事情 每天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其实各位观众 如果不知道的话 勤政国他一直在 不只是在政坛里面 他在community service上面 他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贡献 我知道你有开了一间戒毒所 还有各方面的 你可以讲一下 你这几年 你在这个 你为了这些社区的这些活动 然后还有这些社区的贡献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 观众需要知道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 华裔的民选官员 或者是亚裔的民选官员 他们是顶着这张脸去骗选票 很多人说 但是他们却去投票 说我支持这种 让人去吸毒 然后让这些流浪汉去吸毒 或者是包括这种吸毒所的建立 他们都会去支持 但是你却反而说 你自己建了一个吸毒所 是不是这样 是的 就是很感谢 让我有这种机会来分享 因为呢 在声音上说 就是说你左手做事 不要让你右手知道 所以以前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并没有跟外面分享 也没有去跟那个媒体 请他们做这个报告 那么也很感谢主呢 给我这些机会 给我这些资源 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现在呢 在无家可归的这些人群之中呢 他们可能有70% 有酗酒或吸毒的问题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 这个精神上的这种疾病 如果说不把这个 这些他们这些疾病 或者说他们这些 酒饮毒饮来吃好的话 它不会变得更好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政府机关 他做一些 就是说政策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把这些东西 比较忽略掉 而是说他们住房是最重要的 其实上住房它并不是最重要的 治他们的这个根源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跟几个朋友 我们自己自掏腰包 实际上我们其中两个partner 一个以前是一个前的帮派分子 还是一个蛮有名的帮派的成员 另外一个呢 他是一个酗酒的 他们两个也是因为 就是说经过人生这些考验 其中一个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他的就是一个帮派分子 所以我们合作了来 开了这个中心 希望能够用我们微小力量 来帮助一些更多的人 当然如果说你有机会 去到我家的话呢 你会看到我家里面的车库 跟我的客厅已经塞了满满的这些物资 这些物资从食物到用品 应有尽有 那也是因为就是说 主有很多这种爱心的人士 给我们帮忙 常常每个礼拜呢 我们收到什么物资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是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可能有数千个家庭呢 跟这个得到这个主的这种帮助呢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家庭能够 受到帮助的时候也想到主对他们的爱 然后看到基督这样子 哇哦 你刚刚说的就是 左手做事 不要让右手知道这个样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懂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政治人物 在台面上讲的 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来 那个就是公开的 你像那个那些什么政治人物 他们的广告就是这样子 看什么东西 为什么左手做事 不要让右手知道这个东西 对你来讲这么重要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 对我来说的话 这个职位呢 只是让我有机会 有这种资源 来帮更多的人服务 我一向就是把上帝放在最上面 所以这个选举的口号是 上帝至上人为先 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老板 我只是帮我的老板做事 做我应该做的事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夸口的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过 到我家的Garage 我的Garage里面呢 根本连车子都停不进去 塞的满满的东西 所以有些时候 就是说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 帮助这些人的时候 像今天这个 来我们市议会来找我的 这一位蜥蜴的 这位女士 她实际上来找我 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呢 就是说她是专门帮助这些 受到家里面受有 重大灾难的妇女 比如说他们自己本身呢 有家暴 或者说被强暴过 这些不幸的妇女 来给她们一些资源 所以她跟我讲的时候 她也是泪流满面 所以如果你能够帮她们 给她们演资源的时候 这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情 她已经给我足够的回报 就是说你 本身能够帮助她们这种喜乐 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根本没有 以前想到说 我们要去利用媒体 或者说跟大家宣传 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力量 当然我觉得现在来想 宣传是好 为什么 因为这样她能够感动更多的人 来一起来帮助我们 更多人得到帮助 所以呢 也感谢你们这个平台 能够让我们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所以说你们 如果有人需要帮助的呢 请找我 我很乐意帮助你们 但有人愿意捐助给我们的话 我们也很乐意跟你们合作 所以能够用我们这个 现在已经有了这些平台 能够给大家能够 有更多的这些资源来帮助他们 对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有很多时候 尤其是像这个月是骄傲 月到了嘛 那尤其是像你要去竞选国会员 哪怕就不用说国会员了 我们看上面 就是你要竞选市议员 或者是校图会等等等等 这些人都会击破了头 就是只要能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他们拍照 有个机会可以曝光 或者有个机会可以讲话 就这帮人就全都去 因为我如果看到就一过后 这样就不知道是谁谁谁 但是这些人他们是想要露脸 是想要在报纸上面 有个版面或者等等等等 但是我知道像是这种 交易的游行的这种 很多事他们都代表说 我们支持啊 对吧 比如说我们很支持 然后就派人去 特别是在加州这个地方 而且尤其是在洛杉矶 对吧 像这种地方 很多人去 他们觉得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曝光的机会 可以让我觉得说 我很亲民啊 我很支持你们啊 等等的 但这种场合你就不会去嘛 那你在这种 就是曝光率 因为很多人 他在真理的方面 他大概有点搞不清楚 他就是有的人呢 他就会想说 对我是为了主做事 但是我需要曝光率 所以我可以去参加这种 然后等等等等 就到最后 为了达到服事主的一个目的 反正就是有各种奇怪的想法 那对于你你是怎么想 所以就刚刚我像提到一样的 就是说你是1%的基督徒 还是你要接近99% 的基督徒 当然不会有人100% 所以我是尽量以我的理解 能够做该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说 我们对这些人呢 我们心中要有爱 不管是他的这个作为是什么 但是呢 对他们的做法呢 如果是神不允许的话 我们是不会支持的 所以我们是对人 我们爱他 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不支持 非常清楚 对 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 都必须要去学习的 而且我们每次在讲 类似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其实很多基督徒 就是很尖酸刻薄的 然后讲起话来 你们就是恶心 什么什么 但其实不是 我们就是要爱他们 那你要选国会议员 我觉得国会议员 是一个关于国际大事的一件事情 现在国会议员 有非常重要的决定要去做 就是未来 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你对于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目前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说是要 一定要赶快把这个俄罗斯 这个政权击垮 还是说要赶快结束战争 赶快停止 停止杀戮就好 因为未来是要投票的 对不对 只有国会才可以宣布战争 当然就是说 战争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我当然希望战争能够越快结束越好 但是我想就是说 每个事情的发生 神都有祂的允许 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 当然我没有对国际议题 做过这么深的研究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在一些事情上 很多时候以前我们看到报章 或是媒体 他们报道事情跟事实 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要做一些比较仔细的研究推敲 来做出决定 但是呢 这个事情也让我想象到 就是在我们华人关心的 也是中国跟台湾 跟东南亚这边的局势的问题 所以我想因为在美国国会来说的话 很多人他对这些问题他不理解 或说不重视 或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想如果说我在国会里面的话 至少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可以对这个事情上面 提出一些看法 或说据我的了解 所以让他们也晓得 这个事情的关键何在 我相信就是说 如果说有一天 如果说在某些事情上面 或说某些政治家 他们如果做得超过这个范围的话 很可能在地区造成危险的话 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是 而且这是共和党分裂的 很大的一个地方 因为Lindsey Graham他就说 我们花这么多钱在杀俄罗斯人 是我们美国纳税人最好的投资 你一个政治人物 你可以讲出来这一句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一个邪恶的一个 想要至少对我看来是这个样子 你进去国会之后 你想要做什么 是 就是说在我跟很多官员 国会官员也有在讨论过一些 一些比较广泛的议题 但是在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发觉到他在很多时候 在做这些议题的时候 他们对议题的根本 是不清楚 所以现在你为什么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国家这么乱 从经济 从民生 因为如果说你本身对这些事情 没有研究的时候 或说你没有仔细去请你的幕僚 来做一个 就是说 很仔细的 很仔细的就把整个东西 都研究过的话 这就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法律 就比较草率 所以我想呢 进去的话 我想最基本的话 当然还是从民生的问题 从我们的安全问题 因为我认为一个政府单位 政府它实际上只要做两件事 Serve and Protect 保护跟服务 对 所以说我认为不需要 有一些太过理想化的 一些政策出来 比如说如果说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 无家可危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从何而来 很多时候从政策而来 对 如果说你政策正确的话 不会在过去的几年 这些无家可危人数越来越多 经济越来越困难 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 他们解决国会 或是说在州里面 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是什么 希望加高每个人的薪水 就是说底层人的薪水 可是你不知道 底层人的薪水加高 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但不会说我不要照顾它 那我说油价很高 油价很高的话 在加州我们刚刚过了 要把油价这个税又增加了 油价已经够高了 它的税又增加 现在还有更多的税在油价上 准备要实施 甚至他现在在加州 他们准备要启动一个 就是说在研究 可能很快会实施 或者说他们在讨论之中 就是说你每开一英里 就跟你收取一个税 你是想这些都是对我们经济 跟我们民生不利的事情 而这些东西正是我们的政府在推动 所以他们没有一个concept 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这种尝试的话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进到国会里面 希望用在我地方服务的这种经验 能够来希望能做一些改变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看你进国会 因为我认识你好久了 我认识你 然后你算是 我认识的政治人物不多 那你就是刚好就是最正直的那一个 那我们要怎么样帮你 我们这一次的选战 离选战还有离初选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还有大概一年多 快要两年的时间 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要怎么样帮你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是可以帮助你 获得到更多的人了解 然后帮你把知名度打出来 然后在你的这个选区里面 让你得到最大的支持率的 是的 我想这个不是帮我 对是帮自己 帮助各位 对 因为国会议员呢 他们提出的这些政策呢 它是影响整个全国的 所以不是光是我们这一区38区 当然38区包括很多 就是华人最多的这个区 东区 哈岗 罗人港 钻石钢跟核桃市 这都是很多华人的这种居民 现在呢 我们刚刚提到一些这些社区的问题 只会越来越严重 不会越来越少 比如说像这样边界呢 你可能一天跑过来的几千人 这几千人过来的话呢 他是有民生的问题 他需要吃饭 他需要居住 那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话 你看无家可贵的人 犯罪这些 那分子越来越多 这些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乱象 如果是说我在国会里面呢 能够用我自己的一些影响力 来制定一些政策 来解决这些民生问题的话呢 是对每个人有帮助的 所以呢 不是来帮我 你是在需要的时候呢 你有一个人可以打电话 这样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我帮助了不少人 当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 我相信你在政府机关里面 你找不到帮助 如果说今天你被打杂抢 抢了你一万块钱 你去跟哪个政府单位申请 你这个一万块钱的这个补助 但是加害者呢 他们有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我希望呢 各位看到这个program 不管你有没有投票权 希望你不要冷漠的来忽视这个事情 因为你的忽视的话 你今天不作为 那明天受害者如果是你的话 你将会求助无门 对啊 就跟那个我们看的那个说的一样 纳粹的时候那个作家 我一开始纳粹来把共产党抓走 我没出声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纳粹后来把这个犹太人抓走 我没出声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纳粹后来把这个社会 这个union抓走 因为我没有讲话 因为我不是unionist 然后最后 纳粹过来把我抓走 但是却没人可以帮我说话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政府在做的事情 然后特别是在加州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投票权 你都有影响力 你或许没有投票权 你或许还是绿卡或是怎么样的 但是你想要一个美国梦 然后你想要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生活 你来到美国你就是为了自由 你就是为了人权的 你就是为了神给你的天赋人权 你的人权不是政府给你的 政府的职责 刚刚Eric说的 就是要来保护你的人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你的人权是属于神的 需要让各位知道的 那我现在讲一个比较仔细一点的 最近几年你看到 就是说比较极左派的 他们提出了一些政策 这些政策都会导致我们以后将来 会没有将来 会没有下一代 给你打个比方 如果说你现在家里面有小孩子的 你的小孩子五岁了 进到学校里面 而老师教导的就是说 你这个小孩子可以去做变性 可以去接受这种教育 你小孩子变了性以后 请问你 他会不会有下一代 不会 那么在他出生之前 这么段时间在加州 鼓励堕胎 那再来 政府可以 就是说让你打 不管说是现在以后有什么疫苗 或什么病 他只要说你应该打 你就要打这个针 不管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后作用 那么当然 再上来以后 你更大意以后呢 当然他们这个像同性恋 这些LGBTQ+, 你也更不可能会有下一代 这每一个这些作为 都是毁灭我们 我们的将来 那么打砸抢呢 对不对 你辛苦了一辈子 这些打砸抢 他们就可以拿走你的财产 像我最近看到很多的这种 也听到很多这种故事 也参与过了一些 你在洛杉矶 靠近洛杉矶开店的 我看到好多影片 就是通常有几个人 或几十个人 甚至上百个人就冲到店里面 把你抢光了 那现在这些事情已经多到 连新闻都不报道 请问你跟谁求助 如果是你受害的话 那年纪大了以后呢 难道你不为你的退休金 或说你的这些 在下一辈子的 就是说在年纪老一点的时候 这些社会的一些资源的 这些事情 难道你不会觉得担心吗 因为政府他花钱的速度 是非常的可怕 花完钱以后又跟你加税 花完钱以后又跟你加税 什么时候这些会停止 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 如果漠不关心的话 就是对你自己不关心 所以如果大家需要 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人 能够来帮你发声的话 请支持我 支持我的话 就是说可以 做我义工的方式 或者说跟你的邻居 或者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一定要每个人要参与 这个政治 不是说要来做些什么 很多很多就是说 你们今天投票 或者说你跟人家讲一个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作为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或者说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到我的网站 erichingforcongress.com 你资源我 就是说在经济上 给我资源也行 就是以任何的方式 但是呢 我认为不可以不做的 就是不作为 如果你不作为的话 就会害到每个人自己 那么在结尾的时候呢 跟大家来鼓励一下 也是上帝讲的另外一首歌 前几个礼拜 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 当然我现在就不唱了 他那是其中一段歌词是说呢 上帝如果说你需要我的心的话 你可以有我的心 就是我会跟随你 但实际上我现在想讲的就是说 上帝你要我的性命的话 你要我的生命 我会随时的交给你 因为只有这样子呢 你要做事情会比较专心 做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说各位对在整个在基督徒 在这个过程中 你如果比较靠近中间 或是比较靠近1%的话呢 我希望你好好的 跟上帝再靠近一点 这是我给你们的鼓励 当然比较靠近99%的 也希望你能够帮助 这个比较靠近50%的 或是1%的人 让他们能够跟上帝更靠近一点 现在基督徒在被大量的迫害 基督徒真的是在被迫害当中 我们的这个影片啊 还有各方面 这都是小迫害的 真的有基督徒 天主教徒 他因为只是因为他支持生命 FBI跑去他家 然后呢 把他抓走在他7个小孩面前 那个Mark Hawk 我们之前那个有报过这个新闻 现在政府真的就是在 想要对我们做什么 而且这个是再清楚不过的 很多基督徒很害怕 就是说我不要出生就好 我不要有任何作为 因为我只要一出来 变成一个这个头露出来之后 啪就被砍掉的话怎么办 你最后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些 鼓励的话来鼓励我们 当我们看到迫害 当我们再被迫害的时候 我们不要害怕 当然在圣经上有说过 就是说世上的人恨你 因为他们第一个 他恨耶稣恨不不足 所以当你受到迫害的时候 恭喜你 你的路是走的正确 上帝呢 是你的保护神 他是你的盾牌 你只要跟他靠近的话 相信我 他会保护给你的 Jerima 29章29-11 有说过 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个规划 是让你过得更美好 他是有一个计划给你 所以你坚信你的主的时候 你有你的信心的话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伤害你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鼓励 就是这个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能够把你的信心 不要全 你不用害怕 很棒 因为在那个八福里面 耶稣又讲到 为义 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我想还要再补充一些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是很短的 我们谈到是永生 如果你这边受到迫害的话呢 你可以到永生 再一次恭喜你 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 到最后都是一个最好的 无敌棒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有福的人 所以真的加油 我觉得Eric的整个的故事 都一直非常激励我们 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 从来都不放弃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这里面有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能够继续激励 推动你往前的一个因素 就是珍惜现在的时间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在地上的年日 还有多久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基督徒 以后你要到神的 跟人见主面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交账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不仅仅是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也希望 我们可以活出 神跟我们丰盛的生命 然后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 去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 虽然神教导我们 每个人手上的事情都不一样 但是不要小看 神教在你手上的事情 你是可以靠着神 有巨大的力量 而且你可以 有非常棒的事情可以去做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非常感谢艾瑞克来到我们中间 谢谢你 谢谢 好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的全部的内容 欢迎你来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